我們是經濟系工業工程研究所 是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 三個方向有點不太一樣的人 為什麼會組在一起 有些是這樣子 有一天我們就修這門課 到了第三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天下課 就發現大家在一起在老師面前等老師 然後我們就互相在問說 你為什麼要等老師 然後我們就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要找什麼 就是在這堂課我們有很多主題 但是我們有一些想法 但我們不知道怎麼開始 我們不知道怎麼找人組 對 於是我們三個人就說 那我們三個人就看討論做什麼 其實方向都不太一樣 但我們最終還是組對了 我們一開始想做的方向有兩個 一個是關於健保資料庫 所謂就是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的東西 另一個是關於就是知識偵測的 後來我們組莫名其妙 就從三個人變成了七個人 還是八個人 然後就從一個很大的組 然後後來就是又分裂了 就像DNA一樣 他又分裂了 所以最後一個組就是 分裂出去的組就是 今天最後一組報告在做那個 復健知識偵測的 那你們也可以期待一下他的東西 那您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林哲佑 那我們組員圓圓跟凡可都在這邊 他們就是 在這一個 健康語言的資料分析裡 我負責的工作是挖Data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想法很天真 我們覺得 健保資料庫是一個資源 資料寫了非常詳盡 盡善盡美的資料 但實際上當我們拿到Data的時候 我們一看 很多的資料很令人興奮 但是我們在做一些初步分析之後 我們在做一些簡單的統計之後 你會發現 事情不是我們想像的這麼簡單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投影片當中 有看到一些消極的字眼 請不要就是覺得納悶 真的是我們很消極 因為有時候東西會做不下去 但是我們會盡可能的去提供說 我們一路碰到這個資料 就像影片剛剛說的 突然有一天有個資料被我們撿到了 我們撿到了這個資料之後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從頭到尾的困難 從頭到尾我們做了什麼 那我們在今天這個presentation 一介紹給大家 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有任何的想法或質疑 或是想跟我分享的 隨時都可以舉起你的手 用力的打斷我的講話 但不要打斷我的腿 拜託大家 謝謝 那首先就第一頁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我們一開始 關於健保資料庫 聽到健保資料庫 就會想到健保的財政黑洞 還有很多什麼健保柵鄰 老人逛醫院 有沒有什麼遠距醫療 國外有一陣子很紅 遠距醫療 wireless的東西 那我們就會去想說 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從健保資料庫 可能會挖到的 即使在我們完全沒有看過資料之前 這其實沒有聲音耶 這是收音嗎 其實在完全沒有看到資料之前 我們就開始天馬行空的去想像 那有一些東西是很有遠見的 因為我們來自經濟系的人 我們想做一些政策去影響醫療的財政的事實 財政現在虧損嗎 我們想做一些政策面上 有沒有可能提出一些具體的看法 譬如說 同樣的疾病 比較便宜的 但有效的 跟比較貴的 但是 不一定比較有效的 哪一種對病人比較好 不知道 哪一種對財務政策 財務的狀況比較好 這答案卻是肯定了 於是我們就開始去想 下一頁 那我們就開始想 關於第一個是 再下一頁 第一個是 我們要提一些我們想的idea 但是not feasible 我們想了 但是我們發現 不可行的 第一個是 總共有四大項 第一個是 就是不同的治療方法之間的成本比較 第二個是健保盜領 第三個是遠距預料的可行性 即評估他的一些 可以幫財政省多少錢 我們想做這樣的事情 第四個就是 我們想要知道 有沒有人在濫用醫療資源 就泛質 你會看到一些 所謂老人逛醫院 老人三不五時 就說喔 腰痛啊 就去看一下醫生 喔 醫生啊 我今天好像很不開心 實際上他就只是想要 找人講話而已 sometimes 但是在無形當中 就會消耗了健保的資源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看第一個 處置方式 這個是 的比較 這個 好 我直接挑到重點 由於我們拿到的資料 其實資料 算67萬筆 感覺你可以得到很多 不同人 不同地區 在不同醫院 看過的醫生 開來的不同的處置方式 但是由於他的內部的資料 非常的複雜 如果我們從健保紀錄當中 再去挖說 欸 這個醫生到底針對 同樣的 同樣的症狀 開了什麼樣的藥的時候 我相信我現在應該還在挖那個資料 我不會做出這份頭影片 所以在資料不充足的情況下 還有一些 技術的深度下 我們就是後來就是先否決了這一項 議案 就是我們覺得 欸 我們很想做 但很抱歉我們暫時做不到 那第二個 關於健保 就是健保盜靈 國外的有一個文獻有指出 就是百分之十的醫療行為 都牽扯到了健保盜靈 那我們就會想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研發出一種方式 從醫療的這個紀錄當中 去找出一些規律 什麼樣的規律呢 哪些人是有符合健保盜靈的規律 他就可能是健保盜靈的候選人 那我們就是針對這些人去 好好的做一些study 或許就可以抓到 欸 真的是有些人在濫用 那這個會幫我們的財政 省下很多錢嘛 因為就是健保盜靈 他是不應該領這個錢的 那但是因為我們資料真的不充足 你會看到這邊又出現insufficient data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為什麼了 先讓我賣個關子 那再來是遠距醫療 遠距醫療是這樣子的 有一些疾病 你其實並不需要就是 天天去門診報到啊 其實 你醫生透過一些遠端的方式 遠端的去檢查一些紀錄 他就可以給予就是適當的處置 那其實並不需要浪費 就是真的需要看醫生 跟醫生去做見面 去安排檢查的那些人的資源 那我們很想要做這樣子的評估 因為一方面也是節省成本嘛 讓更多的人是 就是 呃 花該花的時間 而不是大家都花同樣的時間 但是有些人其實不需要花那個時間 他只要就是給聽一個建議而已 那實際上 這個部分會非常困難 因為你需要的資料就更豐富 要更完整 那也由於同樣的理由就是 我們資料 sorry insufficient 所以我們最後也否決了這項案子 那關於最後一個是 這個 醫療系統的濫用 老人逛醫院嘛 很多人很喜歡逛醫院 就間接的就是會耗損了這個健保 健保系統的資源 那為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做呢 其實當然有一部分是 因為 呃 患者逛醫院 就是我們要照這個患者逛醫院 我們必須有大量關於這個人的紀錄 那很多時候就牽著到的 並不是你有沒有演算法 你有沒有資料 而是什麼 呃 法律上可不可行 個資法的問題 即使我們手上的資料都是經過編碼的 但由於資料不充分 由於就是個人隱私的問題 有些事情我們還是沒有辦法work 那再來一個是比較偏向就是 政策面嘛 就是有些老人就是你就是 阻止他去逛醫院啊幹嘛的 就是以機構方面阻止他來逛醫院 所以這個老太太啊 這樣每天來這樣不好啦 你其實很健康啊什麼的 那早天就 隔天就帶十幾個立委來問你 為什麼不讓他進醫院 就是會有一些關於政策方面上的打壓 這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因此 關於這種健保 醫療資源的濫用 其實是很難去 遏止的 這樣子 好 那下一個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關於我的Data 那我在這邊會以很快的速度來帶過他 那首先我們選副中研院的七進七出得到了 關於一個大概1G的檔案 它是2011年的健保資料庫的20%的抽象檔案 總共有7個但我只會介紹兩個 那這是我們每一筆 我們會介紹的是一個門診紀錄 它有每一筆資料都代表一個人去某一間醫院的某一個科別看病 它總共有37類的資料 包括它看病的年 當是什麼時候 看哪間醫院 這個是第二項知識機構代碼 你看到已經經過變碼 就是變碼 編碼過 你根本看不出是哪間醫院 那 它幾歲 看了什麼科目 看了哪個門診 花了多少錢 在健保點數 在醫生上 在藥師上 我們都都有記錄 是男是女 我們都有記錄 它的ID是什麼 它身份證是什麼 我們有編碼過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統計 這個人到底去醫院過幾次 但我們不能精確的抓出他是誰 但一筆資料大概長這樣子 原始資料更醜 我是整理過的 那我們來做一些簡單的介紹這樣子 那我們總共有最重要的一個檔案 叫做醫事機構基本檔 它是一個字典 什麼樣的字典 你從這個字典 你就要透過去對這個機構 你就會得到說 這個機構 它到底是在哪個地方 哪個郵遞區號 它是什麼樣的 是醫學中心 是區醫院 地區醫院還是診所呢 你都可以從這個 這個我稱之為字典檔去找到 那它給我很大的幫助 但是找這個檔案很痛苦 那下一個 那再來是門診檔案 最重要的就是 我剛剛提過的這幾個 病人出身演員等等 然後接下來通通都可以跳過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一個 這個資料的summary了 上上 這個 對我們有67萬筆資料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ID 重複的都拿掉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總共只有不到4萬個人的資料 在這裡面 平均來說 這筆資料告訴我 這4萬個人平均看了 將近17次病 然後你就覺得 Amazing me 這資料到底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還不在這個位置上 是在 我就把每個人看病次數統計起來 這是看一次病的 大概有1000多個人 一直到 194次 有人一年看了194次病 而且不是說 那邊都沒人喔 他是一直都有 你看 有些人看了140幾次啊 有些人看了70幾次 那我們就問了一個問題 67萬筆資料 從哪一個數字開始 往前或往後就佔了50% 我就說我要算的是 50%的匡態喔 50%分位 答案是26次 看病的人超過26次的 就佔了這個抽樣資料的一半 非常驚人的一個數字 這也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的資料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不管是抽樣誤差 或者是你的資料的偏 最後有一些奇怪的偏性 所以我們很多的分析其實 你會看到奇怪的結果 這不奇怪 你會看到合乎常理的結果 這可能有點奇怪 但也不太奇怪 那於是我就給一個 初步分析的結論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從看病次數分布 我們可以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人真的有 很愛看病啦 不是台灣人有病 很愛看病 那我們的資料是抽樣的20% 但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不知道這20%是怎麼給我們的 抽樣資料我就 挑前20%給你 或是我ID按順序牌 按姓氏牌前20%就給你 所以我會得到一個很奇妙的 抽樣資料 這我們無從得知 但我們必須去小心說 因為有這樣子的型態 那我們接下來的分析 請不要太過的認真說 你這樣做是不是違乎常理 實際上我們做的分析 很多都是合乎常理 這是最神奇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就請我們的圓圓 來做一些關於看病次數的解釋 首先是就是 那個首先就是假如你今天感冒了 咳嗽你會想要選擇 你就去台大醫院然後掛個號 等兩小時 或者是你就去巷口的耳鼻喉科 大概兩小時看一次 大概二十分鐘就可以看 或者是有一天你突然咳嗽咳出血 你會想要去哪種醫院看呢 那通常來說我們會覺得說 就是政策上來說就是政府會希望說要醫療分流 就他們不希望所有人都擠去台大醫院看病 然後每個人去看都是看一些小病小痛 醫生我今天背痛 醫生我今天腰痛 他希望就是大家能就是確實的做到 就是說每個不同層級的醫院 醫療不同層級的病 那食物上分流轉轉能提升醫療品質 就很深深縮短 然後降低醫療負擔 那基本上這應該是還滿直觀的 因為就是畢竟就是你如果能分流的話 就不要大家就擠在一起 那樣是非常好的 那統計方法是就是說 我就是抓出就是 就是它裡面的每一個掛號 上面是有既定代碼的 那我就抓出就是總看病次數超過一千次 也就是說掛號次數 超過一千次的吃重疾 一萬次啦 一萬次的吃重疾病 然後呢 累加 就例如這人今天在 醫學中心承接醫院看了十次病 我把他這十次病申請的所有點數 全部都累加起來 那累加起來以後 我就算出各層級點數的分佈圖 那像右邊 左邊 左邊這個是針灸 就大家可以看到橫軸是點數 那基本上橫軸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就是它五千不代表五千元 它只是說就是 當然是點數越多 當然就花的錢越多 那縱軸它是一個density function 就是它集中在一個點數的頻率 那大家可以看到旁邊有四條線 那我們主要是看綠色是基層診所 那紅色是醫學中心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就是真的是越低階的醫療層級 它的點數會集中在比較低的地方 就是它的峰值會集中在比較低的地方 然後醫學中心則是比較平 那基本上來說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診所通常來說 它生前的點數會比較低 那如果你在醫學中心 它生前的點數會比較高 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 這個關節炎就是相同嘛 然後再下一張 是diabetes 是糖尿病 然後再下一張 這是腸胃功能性疾病 然後再下一張 這是心臟病 然後高血壓 高血脂 精神疾病 S光 然後這差不多都是 這是其中一種 那接下來是牙科相關的疾病 左邊那個是補牙 右邊那個是 那叫什麼 洗牙 那基本上來說 這個比較透過的是 你可以看到首先 它有四個峰值 那這個四個峰值 我們猜測基本上就是說 它有不同的那個 就是它可能有四種不同的就是常見醫療方法 所以會有四個峰值 那除了之外 大家會發現牙科就是說 它幾乎不同層級的醫院 完全在點數上幾乎完全沒有差別 所以基本上來說 就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牙醫這一科 至少是這一科 你不管哪層級的醫院 你看的東西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最後一個是 這個東西是 家庭診斷性醫療界 我是最近那個健保局在推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病 或者是有什麼 或者是定期在家裡附近的一些 一些家庭家醫科看病 這樣子就是希望就是 也是一個分流的政策的其中一環 那基本上來說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假設我們 假設病情越嚴重 生育點數越高的話 那確實人們就是有 就是有自行去分流 就是你的病越小 你就會去比較小一點的醫院看 那即使這樣的話 我們仍然可以發現說 就是就算在醫院醫學中間 他可能就是封值會比較低一點 但他的封值仍然是一樣的 因此我們可以 能在支付點數上 還是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就是像是提高你去大院 挂號的支付額 然後希望大家 就是能仔細去考慮說 你的病有沒有去看大院的必要 好 那就下一個 接下來是相關性的部分 不過現在時間還夠 所以就稍微跳過一些部分 在相關性 我們可能會先對數據做 取他的相關係數矩正 那由相關係數 由相關係數矩正之後去畫出他的熱源圖 之後可能需要做排序才能把它們分組 那這邊提到幾個方法是SVD的排序方法 左邊這個圖是SVD1 他是把這些 把只要做奇異值分解之後 把它投影到組成分向量 那再由他的大小去排序 右邊這個是用SVD2 把它投影到最大的兩個 的組成分向量 之後由他的角度去排序 那接下來 因為SVD2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排序法 那會提到這個是因為他跟R21很像 R21是一直取他們相關係數矩正 直到第三個夠小 那這邊的一直取的他的 那個向量會改變 那得到最後 事實上第三個特徵值 夠小的時候 我們再去 有角度去排序 那接下來是我們自己做的方法 因為前面的方法是對整體來看的 那我們用比較直覺的方式 是讓相鄰兩個最大 我們可能有這些規則去排序 如果取到的話 取到跟前面不一樣的 就分到新的一組 如果跟前面的短點一樣的話 就在這邊接上去 如果是兩組的短點的話 就把這兩組接在一起 如果取到了有中間 或是同一組的兩個短點 我們不做任何動作 那我們就對我們的資料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邊是科別對地區的資料 有47個科別跟25個地區 那我們直接對這個科別去畫他的相關係數圖 熱源圖的時候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這是排序之後 因為剛剛可以看到最右邊顯示的是 就是地區的部分 它的相關性都蠻高的 那我們就只對科別做排序 那這是我們用四個方法去排序 那這邊的SVD2就跟剛剛講一樣 它不是一個 它在大部分狀況下 不是一個好的排序法 SVD1勉強還可以 那這邊R2E 剛剛R2E的部分 它也是一個好的排序法 那接下來我們看疾病跟年齡的相關性 疾病跟年齡的話 這裡有95個疾病跟9個年齡層 年齡層我們是以10個 10歲為一個主距 那最左邊是 最左邊是80歲以上 那我們可以看到年齡的部分 它相似 就年紀差距越小的話 它的相關性會越高 那我們對疾病的部分做排序的話 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這是幾個排序法 我們可以看到 以整體來說 R2E的排序會最好 SVD1排完之後還是有點混亂 那接下來 這是我們的結論 結論 最後這是總結 因為我們取到的資料雖然很多 但是在歸人之後檔案會變得很小 所以在抽量可能會有一些偏差 那在有限的資料上 我們可以從第二部分來知道 民眾有意料分流的思維 而根據不同的排序方式 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而這是我們之後可以做的是 因為我們目前的資料量可能不夠大 但如果資料夠大的話 可能可以去偵測健保盜領 還有針對不同療法成本去比較 跟做出更多的分析方式 那我們的報告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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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其實非常緊張 只是在這邊 說這個問題 其實是 好不好這樣報告是非常熱的 好 那我們是來請下一組 謝謝 謝謝